奥西蒙兽短尾矮袋鼠凭借出色的演艺馆里 成功俘获了众多两脚怪的欢心 尤其是它们经常会做出类似于微笑的表情 更加会让爱心泛滥的知人蝉使的欲望无限爆棚 不过任凭这会如何呆萌可爱 由于人类携带的野狗和赤火的侵害 它们的数量大概只剩下一两万只养起来非常的行 也有自作多情的知人会在矮袋鼠面前表演魔术 但是看不懂的矮袋鼠可能只会认为他是一个傻子 平时矮袋鼠看起来温柔友善而且几乎不会怕人 但是每年都会有几十起矮袋鼠咬人事件发生 它们尤其喜欢对知人幼崽展开欺软怕硬的霸凌 所以在罗特尼斯岛摸一下矮袋鼠就可能被罚款300澳元 这大概是仅次于李云迪之外最昂贵的身体接触 说起来有代类和人的亲缘关系也不是特别的远 也就两亿多年前我们还有着共同的祖先 当然有胎盘的所有真兽类关系会更近一些 矮袋鼠食量很好且不会挑食 甘草青草和树叶都能拿来当成美食 它们非常投入且带有微笑的干饭状态 已经被人类物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 当然很显然事实上并非如此 许多时候它们的食物和饮水都非常难以获取 甚至逼得这些孩子进化出了绝技可以做到边土边吃 当然它们满地均匀分布的袋鼠大象 并不是预留下来度过饥荒的战备口粮 矮袋鼠一年只能生一胎和其他袋鼠一样 它们也有丢三辣子的坏习惯 遇到捕食者威胁是它们也会一不小心就把孩子弄丢 罗特尼斯岛的矮袋鼠有许多邻居 其中之一是喜欢且擅长捕鱼的鱼鹰 以及当地还有四五百只肥硕的护蛇 尽管它有多讨厌且非常致命 然而捕杀和伤害它们看起来同样狠心 有些国家的罚款甚至会多达四千刀勒 矮袋鼠属于群居动物一般以家作为一个社群 在干旱的季节它们只能吃一些干草充饥 为此它们的淡水在这里就变得十分珍贵 它们时常会因为争夺泡过祥的池塘大大出售 或者出现倒反天罡的行径 也许是为了争抢之头 晕水充沛的季节它们的生活也不会多么安逸 炎热的天气会让这些小可爱难以忍受 所以在白天它们时常会一睡就睡十几个钟头 到了凉爽的夜晚 它们才会出来觅食或者寻找淡水 虽然存量很少 但是这对它们来说非常珍贵 它们也会采食长在海滩上的海棚子 虽然营养匮乏 但是这能让它们很好地补充水分 如果情况更加糟糕可急眼的矮袋鼠甚至会喝海水 可能它们拥有一对令人羡慕的强大的肾 食物短却是矮袋鼠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酷鼠会让植物的含氮量越来越少 每年这个时候 一岁多的矮袋鼠都会大量死亡 直到甘雨降临到这片干枯的荒岛之上 它们才能从垂死的边缘苟回性命 尽管生活艰难 但大家仍然不会忘记生瓦 鱼鹰每年都会修缠自己的巢穴 有些鱼鹰别野的寿命甚至会超过70年 而大至今也会千里迢迢地赶来密室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在这里繁殖 如果相亲成功 它们就会一起愉快地开始海震 在这个季节 它们的生活似乎会变得好过起来 孩子到八个月后就可以断奶独立 当然即便没有断奶 也不妨碍它们去创造下一代 在创造生命之前 肯定是要更多的积累能量 甚至它们还学会了攀爬灌木丛 或许再给它们一些时间 它们也有可能和提兔发生进化趋同 不过它们的另一个技能是提兔并不具备的 它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呕吐出来 然后再进行二次回炉 这肯定不是脱裤子放屁的多次一举 它们这么做肯定有它自己的道理 在繁殖期它们也会因为体内激素而改变举止 熊袋鼠会在雌性身边不断搜索爱的气息 如果相亲成功并且雌性吃完了熊性的麻辣烫 熊性矮带就会对适时伴侣提供保护服务 当然没吃过麻辣烫的并不会被它保护 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现实的熊性动物 当然争斗也是必不可少的 几乎所有熊性都是这样 人类也是如此相比于雌性熊性更喜欢斗殴 此时它们会变得非常暴躁 即便没人招惹它也会主动出击 它们会用力撕咬别人的后背 即便咬出伤痕它们也不会产生哪般一丝的羞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创造生命 很显然这项工作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体力劳动 熊性刚刚完事就已经瘫倒在了雌性的后背 并且它已经进入了卧状态开始呼呼大睡 造成这种糟糕生命体验的源头 都是因为那该死且烦人的基因的阴谋